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屁 去年的奧塔祝福卷以及前陣子的煉金術藍裝 想必讓很多早有準備的玩家賺了不少藍賺了吧 今天這部影片就是來分享下一個小屁覺得有賺頭的商機 在分享之前有幾件事情來提醒大家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的伺服器沒有很多大課長的話 也許這個商機是不適用於你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請檢查一下有沒有訂閱小屁的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喔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吧 韓服的遺忘之島現在已經改為常駐副本了 你每天都可以進去 然後一個禮拜的預設時間是給你12個小時 最多可以使用補充寶石補充到156個小時 補充寶石怎麼拿到呢 很簡單 就是在製作欄位這邊 使用一顆拉動補充寶石跟10萬天幣就可以製作一顆 遺忘之島補充寶石 那大家應該都猜到商機在哪裡啦 就是拉動補充寶石 遺忘之島改成常駐之後 然後每個禮拜又可以最多156個小時 大課長們 基本上應該都會去好去滿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我目前這個韓服是 暗黑騎士出來的時候才新開的伺服器 所以說是比較沒有那麼都市 那比較沒有那麼都市的 韓服拉動補充寶石的價格是 209 209 行情價大概就是210左右啦 OK 這個是 比較沒有那麼都市的韓服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目前 我們台服青春女神 伺服器的價格如何呢 台服青春女神的價格目前一顆是100 OK這樣子 如果以這兩個伺服器為例子的話 來來回回我就賺了兩倍了 但是喔台韓服有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拉動在打補充寶石的工作是 天差地遠 所以說 你們這次如果 有意要囤拉動補充寶石 然後等 一王之島 常駐之後 來拋售的話 也許這個賺服不會那麼多 因為 出產的補充寶石很多嘛 所以相對的可能會拉低價格 所以這個算是 會冒的風險之一啦 但是我覺得就像 祝福富補充卷手一樣 你如果囤越久了 拉動補充寶石的一些 市場的 儲存量已經消耗完之後 你這個時候再進場 也許你就可以賺 兩到三倍的利潤也說不定啦 當然啦這個東西的話 投資就是有賺有賠嘛 就你如果 資本夠多的話可以 嘗試看看 好那這部分享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建議以及想法的話 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也感謝 韓服玩家蹲蹲林 上次在實況中提出這個想法 OK 那記得訂閱小屁的YouTube頻道喔 我是小屁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 拜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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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